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八九 真的是越來越好玩了 正常來說應該是中共那邊的媒體 來噴我們 來幹我們 譬如說今天的國台辦 他就幹我跟陳柏遠了嘛 朱鋒蓮嘛 真的非常的榮幸 國台辦喔 對 就真假的 可是你先看一下 不好意思是國台辦的誰啊 這個影片呢 是民進黨當局自導自演 操弄認知作戰 共同國父是不是國父孫中山 對不對 是 是國父孫中山沒錯吧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承認中華民國 你們才是造謠的那一方好不好 你要把我慎慎洗腦 把我洗成這樣子 那沒想到是 台灣很多協力者 一些社團 就是 可能比較立場 親 親近於他們的 就是跟他們站在一起 然後呢 來挖黑料 因為 對於本身統戰這個影片 已經沒有東西可以攻擊了 是吧 所以他們只能攻擊一些 鳳毛麟角的東西 譬如說 我真的看到我真的 吐血 傻眼耶 什麼呢 他們截圖了一個 我媽媽在2023年11月1號 在臉書上的貼文 OK 那我媽媽說什麼呢 我媽媽說 我們家八九上幼稚園的時候 大概約末五歲 也就是四到五歲之間 有次我去接他放學 老師送他出來笑著說 今天午餐一個人發了一個小蘋果 然後八九對著那個蘋果愁眉苦臉說 那不是蘋果 我不敢吃 我媽媽的蘋果不是長這樣的 是白色一片一片的 OK 沒錯 他小時候飯裡的魚是沒有刺的 肉是沒有骨頭的 蝦是沒有殼的 水果是沒有皮的 所以他吃飯的時候 不會有廚藝的問題 這個叫做王大偉 還有這個 楊炳如的 還有一些社團 話說那些網軍編的事 還有這個 話說那些網 話說那些網軍編的事 他們就說什麼 你們看看八九的媽媽 王秀賢奪蟲小孩 原來這時候是八九的娘 八九正好命 八九的娘人正好命 八九小時候吃飯 魚裡都沒有刺的 諸如此類的 一言以辟之 慈母多敗兒 話說 親民鳥生出來的會是什麼 親民鳥 我跟你講啦 大家有沒有看過大嘴鳥 我是那個飛機鳥跟聰明鳥 小紅梅啦 夠了嗎 還是說你們小時候三五歲 媽媽吃魚 都不給你們挑魚刺 整隻魚吃下去 跟那個海鷗一樣 整個吞下去 然後這裡都是魚刺 岔出來 是怎樣啦 哎呀 你們覺得我媽媽 小時候會幫我剝魚 剝那個魚刺 很賤慕 啊你不是應該噴我媽呢 應該噴你媽 怎麼會幫你剝魚刺 讓你像海鷗一樣 整個魚都這樣吃下去 好 不用這樣去羨慕別人 而愁恨啦 哦 就是像蠶廚生下來 但會敷成蠶頭 但是長大 依然是蠶廚 這個講實在話 你的這個 楊秉如你的樣子 你的樣貌 不然我們現場見啦 你看誰比較像蠶廚啦 誰都長相比較像蠶廚 OK對於萬步說 誰家小孩四五歲的時候 是自己挑魚刺的 是自己削水果皮的 我那個年代 誰會讓自己家的小孩 去削水果 拿刀去削 然後這樣子 而我才四五歲 我怎麼會知道 四五歲我有什麼印象 你四五歲 你每天都有記憶嗎 你四五歲每天都知道 自己那天幹了什麼 吃了什麼嗎 你都知道嗎 還是說 攀火的人 你們四五歲的時候就很辛苦啊 養家活口啊 養這個重病的老父親老母親啊 要去工地搬磚啊 是吧 要去跑外賣啊 很辛苦啊 要煮飯啊 要幫他們切菜啊 要幫他們燉湯熬雞湯啊 很辛苦的啊 應該你們人生是這樣 還是說你們是從小過著大饑荒的生活 我高中有時候六日我還會去板斗 婚宴 我會去端盤子 那個時候薪水才多少 搬了從晚上五點到九點 五百塊台幣 五百塊台幣 搬完腰痠背痛 我還是去搬啊 賺五百塊啊 我賺自己的零用錢啊 高中升大學的暑假 我去做大業班啊 做大業班 我存錢買的野狼一二五啊 我自己幹啊 真的很沒有料耶 我大學在夜景餐廳啊 不然你們來跟我比 你們這些罵我的 你們來跟我比誰端盤子最厲害 我跟你講 我可以兩隻手端著滿滿的 一個托盤的兩個大火鍋 我可以這樣快步的走 我平衡趕平衡 因為要弄這五隻去撐 你這樣拿反而會抖 你這樣拿失利很不平均 你要這樣拿那個托盤 你五隻手要受力平均 你這樣端是最穩的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端過盤子嘛 我吃不了苦 已經要黑到五歲小孩了啦 多... 不是我看到這個 我沒有生氣 我就是跟我媽笑死 這還有什麼 你看八九兩歲還在包尿布啦 哎呀 慈母多敗鵝啦 為什麼 他一歲就吸奶嘴 丟人現眼 青鳥都吃奶嘴喔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你們狼人殺真的殺到很怕耶 是不是在期待我狼人殺EP4啊 還有人沒有看我之前 評價鍾明軒的第一集影片 說我去過聖海去過叔叔 所以我舔共 我去那邊領獎 我後來有回來跟大家分享 我後來意識到那是統戰團 啊我有沒有去那邊 之後我就回來說 你看看上海 告訴大家有多繁華 中國人都好熱情啊 啊 中國好進步啊 台灣是什麼啊 一堆青鳥 沒有言論自由啦 我有講這種話 我們是在意你去之後後面的行為 就是黑要有東西黑 要有邏輯黑 沒有關係啦 現在大家記住是哪些粉狀也出來帶一些 就是無關於統戰影片本身的問題 然後去挑一些鳳毛麟角的私生活的東西 那你就知道了 大家就記下來這些疑慮分子 下一集全部爆開 好不好 求求你們 越多人越好玩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點贊 我們不會喜歡 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住 我是八九十二 見了 掰